全球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大爱全球新闻 今天是大年初三 当许许多多的民众都在和家人享受春节假期 跟家人团聚的时候 却有这么一群蓝天白云的志工 在不同的地点为众生的苦难而付出而奔走 那么包括了在四川的落水跟汉旺 此地志工所组成的关怀团 一直不断的陪伴相亲来过年 而在缅甸则看到了 这是由台湾 马来西亚 泰国跟菲律宾 四国大约60个人所组成的志工团队 在今天傍晚已经陆续抵达缅甸 从明天开始要展开三天的议政 这次的四国的志工分别从台湾 菲律宾 还有泰国跟马来西亚来前往 那么他们将会在仰光北边的 马阳贡这边的苗道医院来进行议诊 议诊的项目包括了眼科内科 心脏内科 肠胃科跟妇产科等等 这次的人医跟护理人员总共有23位 而随行的志工则有37位 才刚抵达缅甸 此期志工的脚步没有停歇 马上到江举办议诊的苗道医院 与当地院长沟通 议诊需要的医疗器材也陆续到位 在缅甸举行议诊不容易 来自台湾 泰国 还有马来西亚的志工 医护团队不远千里持远 有着丰富眼科白内障手术经验的 菲律宾人医会 更派出近20人的团队 透过三天的议诊 为相亲提供医疗协助 还将与当地医师进行议诊的经验交流 除了协助病人之外 我们在明天晚上的时候 我们的颜科医师也会跟他们做医学的分享 20来位也会参加我们这个医学的分享会 我们到时候我们的三位颜科医师 也会轮流跟他们上课 尽管正值华人传统中 应该要与家人团聚的春节 这群资历之工心怀大爱 踏上缅甸 期望用自己的良能 为居民扫除病苦 让他们欢喜迎新春 大爱新闻缅甸综合报导 places throughout 城 Cela 固 并